赖政府首任行政院长传已禁定案,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将于5月20日就任总统,最新消息传出,他对于新任行政院院长已心有所属,以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隆与民进党前党主席卓荣泰的几率最高。 赖政府的首任格魁会是谁,备受各界关注,三例新闻指出,根据他们掌握到的讯息,目前呼声最高者为林嘉隆及卓荣泰,但由于要尊重现任总统蔡英文,以及部分引发争议的民生议题要先让现任行政院长陈建仁拆弹,所以新格魁最快要4月后才会揭晓。 值得注意的是,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2019年组阁前,就先成立了影音小组,而林嘉隆最近也积极经营短影音,因此被视为是接任格魁的预备动作,但其子弟兵,新北市议员卓官亭仅低调表示,还没有听到相关消息。 蔡日前邀请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进入总统府,针对重大国阵对话,事后府方也特别对外说明双方触及的议题。 在5月20日将界,权力核心变换的时间点,蔡的动作不仅引来昭安的揣测,更是让人嗅到蔡,赖过昭新政府人士的烟消味。 总统大选结束已两个月,究竟新内阁团队和国安团队要如何组成,也成为各方关注对象。 包括沈荣经搭档郑文灿担任正副格魁,或是林嘉隆与朱进一则一任格魁,并且还点名了类似唐凤,王国才等人可能被撤换的消息,谁上位? 谁下台?闹得风风雨雨。 从格魁人选来看,过去被点名的林嘉隆、卓荣泰、郑立军与朱进一都有一个特色,就是既非英系,但也非新潮流系,尤其卓荣泰和赖清德关系极良好,朱进一又在选前支持赖清德,都被认为是可能人选。 但被媒体披露出来后,其实已是触动政治敏感神经,即可能导致见光死,这就是放话者想要达成的目标。 据了解,目前已经有被点名的对象私下婉拒担任新格魁的邀请。 而现在又有管道放出未来格魁人士将由沈荣经搭配郑文灿,这反而像是一种对赖清德的试探。 沈荣经一直以来和蔡英文保持极为良好的关系,过去也曾经在内阁中杠上时任行政院长的赖清德,至于郑文灿与蔡英文关系密切,对赖清德又构成可能的权力挑战。 因此,这些人士传闻,形同是试探赖清德会不会全面继承蔡英文路线,甚至于吞下蔡英文的人士。 更具体的例子,就是近日媒体披露国安团队包括顾力雄、蔡明燕等人将会全面留任,也是出自这样的动机。 只是,赖清德是否真会接受蔡英文人马,走蔡英文路线? 其实,各派系都没把握。 如果赖清德大量接受,等于宣告自己底下没有人才可用,届时不但在舆论上会令其许改变的选民大师所望,也会造成未来政治运作的困难。 这让赖清德会尽可能争取与非英系,甚至是非新系人士合作,一来凸显超然总统色彩,创造派系互动新模式,也能建立专属自己的权力系统。 只是,这段过程必然会让蔡英文与相关派系持续放话,过招,试探对手底线。 准总统赖清德将在5月20日上任,新政府的内阁团队名单引发各界关注,先前曾传出总统府资政,前行政院副院长沈荣今有望出任,今又有消息传出,绿营人士分析, 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隆人士最有可能的人选。 内阁改组传闻不断,日前传出赖清德布局经济内阁,潮无党籍并淡化政治色彩方向思考,沈荣今因此被点名有望接任。 但相关人士对此消息均未回应,也未证。